香港人气男团Miro28号在宏馆举办演唱会 没想到竟然发生恐怖意外 在演出的过程中 重达600公斤的巨型大萤幕突然掉落 砸到底下正在表演的两名舞者 其中27岁的阿莫直接遭到重击 港媒报道头部和颈部都严重受伤 初步诊断有脑出血 以及颈椎第四第五节爆裂 神经线受损等状况 29号晚间结束长达8小时的手术 不过据报道指出状况目前没有太大改善 退估伤势最严重可能会导致 肩部以下终身瘫痪 可能连手都无法再活动 医院的发言人也在30号下午发表声明 表示阿莫在手术过程中需要插喉麻醉 伤者被列为是并为状态 但目前的维生指数是稳定的 未来的康复之路将很漫长 据专家分析意外当时荧幕掉落的重击力道 将高达4900磅力 相当于被一辆小货车重压 专家也指出若舞者第一时间 是遭到荧幕直角砸到 将必死无疑 但从事故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荧幕掉落时是边角先撞到地面 力量被地板吸收了 接着才压向舞者 因此阿帽大概承受了1800磅力的撞击力 而另一位受到轻伤的舞者阿峰 则是被已经掉下来的荧幕压到 骨喷和脊椎都有受伤 但状况稳定 30号也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 同时他也在社群平台 转发网友为阿摩祷告的贴文 相当挂心伙伴目前的状况